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的每一字为您介绍的是一个折字 存折的折 折字的国语注音是支额折二声折 折二声折 折就是折叠 所以凡是可以折叠的东西都叫做折 如奏折就是古时候大臣向皇帝奏事所用的一种文书 因为是用折本善写 所以叫做奏折 另外银行里登记存款付款的凭证称为存折 还有一种可以叠起来便于膝带的尺 称为折尺 折扇早从宋代就从高丽传入我国 苏氏曾说 高丽白松扇 斩至广齿鱼 何至至梁止许 到了明太宗的时候 高丽又把这种扇子作为贡品 太宗特命内服纺制 颁赠群臣 所以折扇在明代最为盛行 后来又为一般的文人雅士所喜欢 因为折扇不仅便于膝带使用 而且可以用象牙作为扇骨 又可以施以金银 甲以凌罗 再写上明家的书画 自然就显得更为高贵了 汉折字同音而形似的 是右边这个折字 折就是畏惧 使地降于本纪 己所即杀数十百人 一府中皆折扶 莫敢起 剧中的折扶 就是迫于威势 惧怕而屈服 另外还有这个折字 国语注音也是 折折二声折 但是也念舍 失恶舍 四声舍 这个折也是畏惧的意思 如菜泽传 储照皆折扶 不敢恭勤 剧中的折扶 也是恐惧屈服的意思 最后要提出来的是 上面这两个字都念折 而下面的这个折字 同时也可以念舍的音 然而 这两个折字 虽然意义大致相同 但是在习惯上 这两个折扶 在写汉用的时候 仍然是有区分的 今天的每日一字节目 就为您进行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会